Yatabong your face 我覺得籃球現在來說 比我的女朋友更重要 就算我不去跟其他朋友一起出街玩 我也會先去練球 我玩籃球之前 人性格比較懶 做甚麼都很難不願意 好 當初我中一的時候 就有上體育課老師教我們 怎樣去打籃球 我開始對這件事有點興趣 身邊的朋友都一個一個 進去籃球隊裡面玩 藉著這個機會去加入 我一開始玩籃球的時候 甚麼都不懂 我怕所有人都會笑我 為甚麼會找籃球呢 因為其實那件事很切實 亦都很快可以玩到 技術不多 拿著球怎樣走都可以 在當中可以訓練到團隊 看完一次七人賽 他們會覺得那件事 其實是很直接 很想去玩 有同學 譬如跟同學相處 或是沒甚麼信心 或是沒甚麼自信心 籃球運動是一個很團隊的運動 很多時候都要溝通 跟同學相處 透過這個過程 其實他都增強自己的自信心 我小小的 我又不肯和別人說話 不喜歡和別人說話 很內向 但打籃球之後 在你撞一下我 我撞一下你之後 開始慢慢大膽地 我肯和別人說話 我身形不好 我跟其他隊友打 其實我都不夠他們撞 總之整隊球 有球球 入球 整隊的氣氛都很好 籃球給我 可以在外面 可以認識我很多朋友 這班球隊都是 很好的朋友 全都是很兄弟 最值得就是 入到一隊的區隊 我可以去到 最晉升一級的打球 籃球運動的魅力 都挺有男子氣概 希望透過這個運動 建立到同學 真的造成失敗 拍兩下 跌下 然後再起身 然後繼續向前 因為籃球運動 就是一個不斷不斷向前的運動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運動 可以帶到這個信息 這個正能量 給到我的學校的學生 玩完籃球之後 我… 學會了我怎樣去堅持一件事 以及追求進步 就是… 變成自己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我想… 下年能夠踏到 真的可以經常打入杯賽 或者可能試試拿個杯冠回來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入到香港隊 就是為香港打比賽 A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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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